- 嗨,你好,我是大喜安! 之前有部关于MagSafe的内容 重点主要摆在手机支架及卡套部分 但其实手机壳的影响也很大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主要是因为Pro系列的镜头模组都比较大 如果是6.1吋的iPhone 14 Pro 比较小的机身搭配上比较大的镜头模组 就会发现磁吸的位置被压缩到 保护壳这里我帮大家挑了三种 磁圈位置些微有不同的副厂透明保护壳 以及原厂的透明保护壳比较给大家看 这里可以看一下,分别是磁圈跟镜头框的位置 最为接近的SwitchEasy鱼谷透明保护壳 也就是我目前手上iPhone 14 Pro在用的这个品牌 稍微圆些的Otherbox,还有离最远的SPAC 原厂的透明保护壳,则是比较像是Otherbox的距离 同时,这部影片也有抽奖活动 有我自己的钱包赞助喔! 抽奖办法一样会放在影片的后面喔,那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从鱼谷的开始 透壳最怕的其实就是发黄的问题 这款的边框还有镜头框是采用TPU材质 背板的部分看起来则是PC 也因为容易发黄的大多是TPU材质 所以像是这款,主打一年内泛黄的话可以免费换新 他们家的保护壳,每一款的保障粘线都不同 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若说你很长时间在玩游戏手机会发热 或是充电的时候发烫,这样都会增加黄化的可能 像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这个就是我自己在用的手机壳 拍这支影片才发现镜头框底部发黄严重 其他部分都还是蛮清澈的 想一想猜测,应该是因为我平常是使用无线充电盘充电 接触到的部分就是镜头框下面的这个位置 因为充电发热而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哦 那这款的外观看一下 背板是硬的,边边比较软一些 拆装蛮简单的,稍微用力下是可以推开 四角没有特别做防撞的设计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简单的外观 按键按起来一开始会比较紧,需要用比较大的力气 用久之后就会比较好按 但手感可能还是差了一些 一边有吊饰孔,一边是品牌的logo设计 后面则是有MagSafe的磁圈 握起来的手感会感受到厚度增加 镜头框的高度再加上手机壳本身的厚度 凸起的高度算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是有装镜头贴的,保护壳还是高出一些 放桌面是没有问题 整体看起来背板是蛮透亮的,装起来蛮好看 边边也不会有雾白的感觉 可以直接透出手机的颜色我蛮喜欢的 不过因为是PC材质的关系 刮痕或是指纹都会比较明显 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 那这款的磁圈位置是最接近镜头框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们利用之前的三种卡套来测试看看 基本上一般吸附上去都是没有问题 UNIKE他们家的支架功能也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像是MOV他们家的卡套上方 吸附上去就会直接抵到镜头框之外 在使用时如果要打开刷卡或是出示镇件的资讯 卡套被推起的机会更高 会直接压到镜头框 所以跟之前一样机器一碰就会掉下来 所以距离比较近的保护壳 MOV这家的卡套就不适合 第二个则是AutoBox的 这款的镜头框还有背板应该是PC材质的 四周的边框看起来像是TPE材质 如果用的是无线充电板 这款镜头框的部分应该就不太会出现 像是余估保护壳这种发黄的状况 不过他们家的保护壳就没有特别提到看黄化的部分 所以没有提供黄化幻星的服务 外观看一下 背板整个看起来也很透亮 边边看起来是雾白的感觉 装上去也是可以清楚看到手机的颜色 外观看起来也是简单的设计 拆装起来蛮简单的 视角或是边条都没有加入其他材质做额外的保护 握起来的手感感觉跟鱼骨子差不多 有厚度增加的感觉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旁边也可以看到平白的logo设计 不过这款就没有吊饰孔了 再来要特别提到它的按键设计 这个按压起来的感觉比鱼骨的实在是好很多 手感像是独立按键一样 虽然Beatsplay的我觉得还是最好按压 但是这款我也觉得不错 就是会让人想要一直去按压的快感 再来提到镜头框的高度 相较如果来说低了一些 再加上我有贴镜头贴 所以镜头框的高度跟镜头感觉快要切齐了 没贴的人可能就会再低一些些 背面直接放到桌面上应该也是不太会有问题 也因为尺圈的位置跟镜头框的位置稍微远了一些 所以在使用的卡套上我们一样测试看看 原厂的自然是没有问题 Unique的卡套看起来虽然快要碰到 但使用上也是没有问题 Move的卡套则是有一样的状况 当你角度太开的时候一样会顶到镜头框 卡套会直接被抬起来 所以使用上要特别注意 再来第三个是SPAC的透明保护壳 官方有提到它的背面是不容易泛黄的材质 所以猜测它的背板跟镜头框应该都是PC材质 四边则是TPE的材质 其中有个地方比较不同的是他们家的镜头框 各家手机壳基本上是像这样设计一整圈的 但是这家在下方的镜头框设计则是像这样斜下的 所以手机装起来 感觉下面那颗镜头好像有点危险的感觉 不太确定它这样设计的用意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微妙 整体版本看起来背板的透明度也是蛮清澈的 四边看起来不是雾白的设计 边框的硬度则是三款附厂的保护壳中最硬的 所以在拆装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感觉比较紧一些 手持的手感则是在三款里面感觉最薄的 另外这款的边面角角设计是比较圆润一些 所以握起来会有一种蛮滑的感觉 若是奶油手的人 这款我是不太建议 背板跟侧面则都有他们家的logo设计 按键部分比较像是autobox他们家的回馈感 蛮好按压的 壳的四个边角 感觉是有特别针对防撞去做设计 但没有因此变得更厚 至于这样的设计有没有效果 可能要等到摔手机才知道了 用卡套来做测试的话 原厂跟Unit卡套也是完全不用担心 Morph他们家的卡套 在这款保护壳镜头框的特殊设计之下 成为了这三款中 最适合使用这个卡套的iPhone14 Pro保护壳 因为磁吸上去后 卡套因为保护壳的厚度 避开抵到手机镜头框底下的那个地方 也因为特殊的设计 导致保护壳镜头框的下方 不会一下就碰到卡套 这样打开的角度就可以比较大一些 虽然感觉好像还是有顶起来一些些 但是幅度就没有像前几款那样那么夸张 所以使用起来是比起裸机 或是使用其他款的保护壳来搭配这个卡套 来得再更好一些喔 最后除了副厂的保护壳之外 大家也一定很想知道 原厂的透明保护壳适不适合 所以这里一样 是由我的钱包来做赞助 材质上官方写PC材质加上弹性的材料 触碰起来的感觉好像整个都是PC的材质 只有在按键的部分是比较有弹性的感觉 平常听朋友说 使用原厂的比较不容易泛黄 在材质上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证实的 它的外形设计也是蛮简单的 整体也是这四款里面最为清澈透亮 背板部分在直圈的设计上我觉得蛮特殊的 让你在手机装上去之后 中间会有一种立体感 我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不过它的底部并不是全部包覆住的 这里我就不是很喜欢喔 毕竟我保护壳就是希望可以保护好整个手机 不然就是可能再搭配像是手机包膜这样 镜头框的部分 它的高度装起来之后 感觉也是跟我有贴这个镜头贴的高度接近 没有镜头贴应该是可以在它的高度之下一些些喔 所以放在桌面上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在整体使用上 由于材质感觉都是以PC为主 所以拆装的时候也是不太好拆喔 要小心些不然可能不小心就把保护壳用断了 握持的手感是这几款里面最薄的 所以不会有变厚变大支的感觉 不过它的按键按压的我觉得是偏比较差的 算是蛮接近鱼谷那款的 需要用一点力 再来则是测试卡套 这款的尺圈位置跟镜头框的距离也是偏中间的 跟Orderbox那款就比较像 所以也是一样 原厂的跟Unique的卡套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Move的卡套上方一样会卡套这个镜头框 使用上就要抓好你的卡套 好的 那以上就是这次保护壳 针对卡套的实用性测试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我是大喜 希望能够在下支影片再加上大家 打勾勾 我们下支影片见 掰掰 那这次抽奖活动要抽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 原厂的iPhone14 Pro透明保护壳 MagSafe的磁圈位置适中 而且不想要泛黄的话 选这个就没有错啦 那抽奖活动要怎么参加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第二则是要记得开放简师订阅频道的设定 第三则是回答一下小考题 原厂保护壳下方有完整包覆手机吗? 第四则是不能重复留言 不然会被排除抽奖资格喔 那以上抽奖的规定及范本 我一样都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位 完成以上这几个动作 并且符合规范的话 就可以参加抽奖喔 统计留言截止时间为2023年的1月29号晚上12点之前 抽奖时间则是在2023年的1月30号晚上11点左右 在YouTube直播 欢迎找自己的好友来一起参加活动喔